各位,來錄 媽媽很重 媽媽是一位寡婦 很小的時候,她的爸爸 就死掉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涉乎苦難嗎? 不是 儒差 送來一樣東西 如果儒差拿給她,原來竟然是跌倒 所以我笑得有一點點超尷尬 可是這個鏡頭裡面,有一點點像那個塔克夫斯基的自傳 就是鏡 其實也是有一點歷史這樣的一種情節 不能說她是抄襲的 不過,因為旁邊的欄杆 這個鏡頭裡面其實有一點相近 就有差 祝你一塊 這個信還很難送 因為是路,屈膝不平 然後她一起腳踏車 背了一個袋子,旁邊有兩個中信 這媽媽呢,笑得要死 因為她走得很遠 她在下,她在缺下骨 好,這個東西一直給約瑟夫的 再回來 媽媽在做乳酪 所以有點像我們在做年糕的時候 那一樣 拿起來放在那個一個木製的 箱子裡面 她說不要亂碰喔 我要到市場去 然後把她壓著 把她睡幾個 你煮了什麼東西啊媽媽 我要吃飯 綠豆 綠豆 然後媽媽帶著微笑 她要出去一下 她臉上是充滿了愉快 後來坐下 媽媽你在笑什麼 那個女生是誰 哪一個女生 媽媽在鍋子裡面 那裡有幾個兒子 女朋友他們多 沒有什麼女生啊 媽媽拿了一些麵包 她就掛在上面 然後放在籃子裡面 她就撕著麵包 然後沾著那個 那個個子在擺會啊 沒有女朋友 有時候一邊吃東西 一邊回答什麼 沒有啊 媽媽還是笑著忘掉 媽媽你怎麼會想要問這個問題嗎 完了嗎 完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一定有就好 因為念大學還沒男女朋友 就不奇怪 你很喜歡她嗎 誰 誰 誰是塩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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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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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年紀很小 她年紀很小 你太誇了 你描述的那個女朋友 哪兒像 她哪兒描述 她的頭髮 眼睛 眉毛 她在哪裡看到的 妳在哪裡有寫 妳在哪裡有寫 我不知道啊 不然這是什麼 媽媽偷看她寄來的詩集 哇 發表 找到了 我寫的詩被登出來 我寫的詩被登出來 妳還說那種 什麼賽諾 好 這個就第一次發表的詩集 請老師喝酒 還真的有下 哈哈 從 旁邊的這個小路上面 然後到公路 那公路啊 突然其實還是沒有鋪 柏油 這兩天 差不多兩 2010年左右的影片 但是公路上 因為她地方實在很寬闊 全部通通要 弄柏油路裡面去把它鋪完 那真的還是很浩大的工程 我們站在比較高的製造點 有四五個人 喝啤酒啦 抽抽煙啦 在路邊裡面小吃攤 所以沒有什麼好趣的 沒有什麼好玩的 沒有什麼好玩的意思 有一個說她要走 就一個一個就開六了 沒有什麼交通工具 沒有他們還有什麼公共汽車 這些鄉下裡面就這樣 到晚上的時候 起碼黑的 就跟台灣早期啊 早上他們在開始製作這個製作 把那個 一個桶子的牛奶 倒進去 要濾過 要過濾完油 要再過濾到這個桶子 媽媽再擠牛奶 他們唯一聲的工具 就是最喜投名 祝你好運喔 兒子啊 他把牛奶放上去 那當然有的人都是限定的 不是像我們到711去嘛 他們到那個 那個送到哪裡去 然後一瓶脫喔 多少這樣子 那再穿上一件夾克 這樣機車是特製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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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從巷大裡面開了出來 旁邊裡面大概有四層樓的那種新的公寓 蓋的還蠻漂亮的 連一個人都沒有 連一個人都沒有 在約瑟戶裡面狂安安啊 風貌好多好多煙啊 然後到了一戶人家裡面暗的門裡 沒有人理他 為什麼 要來就來 不來就不來 這好像是約瑟戶的性格 有一點 哪位 送牛奶的 我們有新鮮牛奶 你要買嗎 那就是藥 所以讓他進來 這個限期的有沒有 你每天都會送嗎 當然會 多少錢 七十五戶子 有錢的那個地址 我拿錢給你啊 等一下另外一個戶人家 那看起來蠻受歡迎 我來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 請問一下我也可以買嗎 我當然可以 馬上來 馬上來 生意真的還不錯的 如果你真的直接去送的話 當然是來 媽媽一個人綁著頭巾 站在街道上面 這是土耳其的街道 路並不是很寬廣 他在排隊 他感覺要買什麼東西 有一個人走過去 穿著皮疙瘩 然後偷偷的看著 這個媽媽 這個人就是 如果會去 他記得 那應該就是那個站 但今天沒有戴帽子 媽媽說他出去一下 到底要去幹嘛 這時候我把牛奶全部賣了 一標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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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沒有 這個石頭裡面 車子呢 就從上面倒一下 所以就看 應該沒有什麼危險 然後就開過去 這時候石頭往上 一下掉 開到一個 一個礦區場 他來找他的同學 有一個朋友 有一位私友 要戴著一個 一個帽子 兩人上前 相互擁抱 好朋友 歡迎 還好啦 你們說什麼 哎呀 就工作 特別要帶來一個 每個禮拜都來 我欠你很多人請 你不要哭氣 所以他家裡 裡面剩下的 有牛奶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 在這裡還好嗎 你好像不太快樂 只是做幹部的事情 你不用什麼都做啊 很多做不行 就是說你寫了一首詩 這是什麼 這個工人 從口袋裡面拿出來 地點啊 就彼此之間 相互觀摩一下 然後 還抬頭看看 約瑟夫有沒有什麼 然後開始吃的麵包 就約瑟夫帶來的 麵包 就這位工人 耶穌是 聖動騎士的 把這首詩 從我看了一遍 書得很好耶 很有才華耶 我就喜歡 寫東西嘛 那你在忙什麼 忙很多次啊 比如說呢 這時候就 炫耀的 把那一首詩集拿出來 這第一次登 登在雜誌上 就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好 拿給他沒有 哇 這朋友喔 蠻羨慕的 登在詩集 我們台灣現在的詩集 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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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詩在一起 詩人也越來越少 鏡頭一直往下 這個他的朋友 也就是說這個工人裡面 其實他穿的就是一雙雨鞋 然後地上 泥泥不堪 這個鏡頭裡面是 越少爐的主觀鏡頭 他望著這個朋友 再想想自己 兩個人交換的事情 可是對他而言 有什麼樣的一種感觸 時間 下班時間到了 很多工人就陸陸續續回家 耶穌望著這群工人的背影 然後 他的朋友 沒有說 寫得很好 謝謝 你留著留著 這本雜誌就送給你 這朋友就把這雜誌 你帶也放入自己的口袋 然後他說 我要走了 你能不能幫我把這些 打來繼續叫歐魯士民 歐魯士民雜誌 然後好啊 我把那個雜誌給亂 那個雜誌 一本筆記本 謝謝你啊 好 那下次見了 一個禮拜來看那一集 這朋友當然也是希望 他的 他的詩可以 更在雜誌上 就交給了 瑞瑟福 這大家 麻煩在廚房裡面坐 忍神裡面是 很奇特的 都不講話 然後突然之間伸手 在喝著咖啡 然後輕輕摸著 瑞瑟福的手 就一個老太太 摸著她 這到底是 什麼樣的一個進行 現在有一輛汽車喔 就是那位站長 她在洗 還用 泡沫 就是 肥皂粉裡面洗過 其實汽車這樣洗 很容易退色 那 這個 瑞瑟福的 慢慢的就躲在旁邊裡面 進去 還有肥皂 還有那邊還有一點肥皂 要把它沖洗乾淨 要出去 載女朋友當時 一起清潔一點 瑞瑞福回家 把衣服脫下來 掛在牆壁上 然後 把鞋子脫了 然後 把鞋子脫了 在裡面 有一個杯子裡面是 黑黑人 好像是喝過什麼 像咖啡之類的東西 那你這個杯子裡面 家裡有客人 很顯然是家裡有客人 就是對這種 出乎意料之外的一種現象裡面 都是非常好奇 而且非常空頓的 這時候媽媽對著鏡子 望著鏡子 露出一種 好像很幸福的 很幸福的 臉龐吧 你是不是從後面看著 我就不在家 把衣服鐵門慢慢吹開 我甚至把它關上來 所以 意思就是說 我驚訝她的媽媽 然後突然假裝說 媽媽打開 我關上來 她又可以一次 所以 表示說我回來啦 因為剛才媽媽沒看到她 意思就是說 通知她媽媽回來 要吃東西 現在 以前媽媽聽到 我一直回來 我可以立刻 恭喜 奇怪 我說 我怎麼那麼動靜 送你來 送你來 你做了什麼 今天媽媽出來 牛奶有賣掉嗎 有啊 把那個杯子拿出來 他們每天都要送去 那太好了 這裡有一封信 寄給你 什麼時候送來的啊 什麼時候送來的啊 兩天前啊 兩天前啊 別人都送到了 我現在才想 我怎麼還沒收到 內容是什麼 要去當社 病單啊 跟我們一樣是爭辨的 他就要 他就要 我要去 我要去 去體檢 去 去體檢 那我 我們要怎麼辦 我要去 要去體檢 要去當兵 這個風很大 像這種的話 也不是樹 但也不是草 就有點像 倒是像台灣的甘蔗 風吹著搖晃不已 這似陷入了 常考 為什麼 如果他現在要去當兵 那現在該怎麼辦 他拿起朋友 交給他的筆記本 這比日本他希望 他朋友希望他把他打成字 然後再擠 因為這樣的話 會比較 比較好看一點 那朋友沒有打字機啊 因為像在工 在好像礦區裡面工作 就是說 原本忘了窗外 就是坐在打字機前面 所以又到另外一個方向 打字機 桌子前面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桌子 我的朋友這個筆記本 那內心裡面 就已經在想些什麼 媽媽在廚房裡面 做個肉丸子啊 用手捏一捏一顆一顆的啊 土耳其流非常擅長 做這種肉丸子 在香肉共和國裡面 他們就常常談到 要不要加肉桂的問題 我們拜登年王國才加啦 那有人認為說 哪一個朝代是認為加肉桂 就是因為爛的肉 才還加肉桂的 我們才不加的 這文化裡面 往往就是為止 每個時代裡面 有一時代 因為他們的統治階級 有生過重病 或守住過嗎 現在單身裡面都 穿著褲子而已 裝著上脈子 耶穌也是一樣 大家都離開了 那些時候就站在前面 另外一個人 也過來 兩個人 剩下兩個人 就比較 往下看 把眼睛 往左看 一個醫生呢 用手電筒 照著他的眼睛 左邊 有檢查一下 然後老婆 都是你 在他這個額頭上面 裝滿了很多的儀器 這個身體皮脊 有問題太不雜了 然後 不不少 全部通通接上這種電線 好 好啦 你有帶你的簡單報告嗎 那最後就把 另外一個東西交給 所以醫生 那醫生拿出來看 到底要說什麼呢 到底怎麼樣 這師父也看不懂 然後醫生 從此都沒有講話 明天 明天 明天再來看結果 結果他就在伊斯麥 要多待一天 這是比較大的城市 除了伊斯丹堡之外 另外一個 第二大城市 就是伊斯麥 這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所以裡面 古蹟也是很多 所以在我們的右上方 就有一間小小的教堂 但是建築的 非常不離棚 公園裡面 有很多的椅子 然後很多人坐在這個地方 那伊斯丹堡 趁著多待一天的時間 就跑到書店裡面去 書店 那第一集 這個軟 這個景點裡面 它就是自己開了一家 舊書台 舊書台 這時候書店裡面外面 門內會開 有一個女孩子進來 有一個女孩子進來 你們有賣西雅提這本書嗎 這女孩子是像櫃台人 她好奇 有一個女孩子 各位如果不見話的話 這個人就是演第一集的 她那個女孩子 一樣的女主角 那時候就朝這個女孩子慢慢走過來 西雅提已經停開了 她回頭看到伊斯丹堡 海達貝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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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海達貝 對啊 她是我最欣賞的事 我也是 你好 我是尹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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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就認識了 你是送牛奶的 他們兩個到外面去坐的 然後聊 然後開始聊 送牛奶 那你來這裡 我來體檢 你生病了嗎 我不是啦 要入伍 是這樣 然後有一點 夕陽的余暉 映照了她 他們兩個都想 被人家 你寫的詩有沒有被刊登過 有啊 在杜斯勒跟其他 啊 在書店 我看過了 但還沒有開門 你也寫作嗎 沒有啊 我不寫 我曾經寫過幾首詩 然後呢 但我沒有一首寫得完 每首都沒有完成 兩個人就在夕陽 就在一個海港的 有點像台北的觀音山一樣 夕陽慢慢慢慢沉到山的另外一端 所以這個夕陽的余暉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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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調 我想看 我寫的是嗎 我寫的是嗎 我不確定 這女孩子說 我不確定 要怎麼看 我們可以說明天啊 可是明天要上課 那幾點下課 4點左右 4點左右 4點 那我4點在書店等你 可以嗎 那女孩子 好 那就約書店 那4點多少 在書店見 好 到時候見他 很高興認識你 那我也是 所以在第一次很主動的 去提出 像一個女孩子裡面 去表示她的看法 第一次 一個女孩子開車 在那道山上去的時候 她對她一點感覺都沒有 這是一個婚紗的 一個禮拜 就是她爸爸 顯得像 一個老太太來看她 就是那個站長 站長他們來 是來提親嗎 連女兒都來 我覺得第一次來的那個老太太 就是那個站長的 是媽媽 眼睛很銳利的 一直打亮著這個 月色夫的媽媽 她走過去就看著她屁股轉過來 她們喝了茶 這是一個必經的禮 那 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兒子今天晚上不在家嗎 她去一時賣啤酒 她又入伍了 但願一切都很順利 這是第二天在醫院 醫院 醫院醫生走過去 很多人就在那邊等了 有叫她名字的 約社夫 什麼 約社夫就上給醫院 她的檢查報告 小姨媽媽 小姨媽媽的 就在這兒走到他上面的椅子上面 打開 她臉色 再慢慢 Python 像它安齒 到底體檢是怎麼回事呢 沒有某種原因 讓她 就很沮喫的 所以那四點七邊 所以就取消了 导演为什么会把第一集那个女主教里面把他叫来 所以后面的话有可能会变成他妻子的这个女孩子 叫他在这边重新演一次 这我想都有他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看法 风很大 耶稣夫躲在乡村的小路上面 旁边的这些农作物里面有点像我们讲玉泥啊 或是那一类的一种是在 让我们观察清楚 那就是什么 这个生理点啊很险是很大的一种挫折 我记得第一集 那个月车屋有什么症状 有尖閒症 我在家風很大 一五也沒人收啊 因為這種情形裡面 幾乎是不太平 到外面把鞋子脫了 推了滿 走進去 回到完間 回到家裡面 然後又從地上裡面 彎下腰臉 有一雙鞋子 很新的鞋子 就是家裡面放的鞋子 這誰穿的呢 又不是他 家裡只有他的一個男人 他把心情非常沮喪 就是家裡面 情況好像 我經過一方的枕頭裡 把衣服脫掉了以後 裡面有發生一些聲響 我好奇的 到廚房去看看 你們正在燒著 如果他忘了 就煮著咖啡 結果他忘了 一抹下面的火爐 還在燒著 就把一些咖啡渣 通通弄出來 這個不是玻璃 然後又很沮喪 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吧 就是在外面 外面有一個人 慢慢的推門進來 就是媽媽 媽媽一定有一些事情 想要告訴一個社會 他知道兒子回來 可是進來 他床上沒睡覺 就要躺在大花椅上面 要是睡著 所以媽媽也不想再吵